你把所谓的中间选票 230多万 你把它分成几份 投绿的大概6到7成 投篮大概是2到3成 这些的票的流向 是非常清楚 所以现在柯文哲是要争取 这一些选票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 张有华 11月24号 11月25号 我在出外场 那晚上有新闻界的朋友 他来找我 他请我分析一下 柯文哲的票到底多少 我说你把柯文哲的票 就是不投蓝 不投绿 算起来 我说如果比照2000年 阿扁的标准 大概全台湾 中间选民的票数 是12%左右 12% 各位看看 我们有差不多1900万 的选举人口 你把190万 就是他有190万票 那我不算他的投票率 因为这些人不见得每一个人都会投票 我只是算一个总数 你把190万加上38万 228万 就是说这一些所谓的中间选票有228万 那至于浅然跟浅率 各有 各有差不多将近50万到80万之间 如果你用高标算的话 就是160万当然不可能那么高 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 你把所谓的中间选票 230多万 你把它分成几份 投绿的大概6到7成 投蓝大概是2到3成 过去在蓝蓝对决的时候 这些的票的流向是非常清楚 除非绿营不争气 又是贪腐的话 这个六七成的选票会回荣到国民党的身上 但是只有在马英九身上实现过 还有宋楚瑜选举的时候 也稍微这些票是转到宋楚瑜身上 你把这些通通都给扣除 请问蓝蓝拿到多少 请问蓝蓝拿到多少 所以现在柯文哲是要争取这一些选票 大概238 我们算他200万票 那其他还有50万票到80万票 就是我们把它通通算推算到其次 最差250最好300 柯文哲的基础就在这个地方 这个只是大概估计 我不算他的投票率 如果是要七成的话 300乘上7是210万 乘上6的话就是180万 好 我们这些谈完了 柯文哲知不知道 柯文哲当然知道 柯文哲现在当然知道 各位晓不晓得 柯文哲现在是在做什么 天天在分析蓝白赞的问题 柯文哲也非常奇怪 就是说你天天在FB上面 谈蓝白赞的问题 你有什么意义 你为什么不向前看 既然蓝白都分了 你们各自登记参选了 你还在检讨 那我过去 我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那好 这些团结的力量都已经不存在了 你还在缅怀过去 说蓝白赞的目的是国民党 他还要当老大 事实上不用你柯文哲检讨 我都已经不知道说过多少次了 柯文哲天天检讨这个东西 那你可以看得出 一个大会参选人 天天在家里蹲 家里蹲不够 你还天天在想蓝白 为什么分 你可以知道 柯文哲他在想些什么 事实上 我已经说过了 柯文哲没有蓝营的舞台的话 他绝对不可能有任何的 表演机会 柯文哲只不过借着蓝白和政治舞台 让你的声量篡到最高 那现在别人不跟你玩了 他就开始落寞 他就开始寂寞了 这个就是柯文哲 那换句话说 柯文哲对于选举 他毫无核心思想 他的核心思想究竟那是什么 那换句话说 柯文哲想要以小博大 当大不跟你玩的时候 你再以小博大 干干原理没有用 毕竟选举是看实力 所以我劝柯文哲 能不能就是说 不要再谈这方面的事情 你就不要再想什么 为什么蓝白分蓝白战 不用了嘛 你就向前走嘛 你有多少实力 你就做多少事嘛 你选举毕竟是看选票 对不对 当你不去估算你的选票 从何而来的时候 你一天到晚还要再找舞台 剩下这五十天不到的时间内 柯文哲真的找不到舞台 难不成他要用FB 他要用脸书来参加大选吗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讲 台湾的政客 永远没有远大的目光 他看的都是眼前的利益 那事实上今天蓝绿都已经就位了 那请问一下 你柯文哲要不要就位 反正你已经登记参选 你也是自信满满 你也认为说你为什么你要让 你既然不让的话 你就勇敢站出来选了嘛 就什么废话都不用说了 国民党已经对你实施兼闭心野 那民进党也要对你动手了 你还在FB上 为什么蓝白不能合作 请问不能合作的关键是谁 当然是你跟朱立伦嘛 还有侯友宜嘛 你们三个人都有责任 这个还需要检讨吗 就是因为如此 我劝阿贝柯文哲 既然登记参选 你就去打一场漂亮的胜仗 就跟韩国瑜一样嘛 我尽力了 拐古 太帅了 做 corporate 红彰 我想 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